ρι个 бок 回来到最后一个有民选 Gonzalez 在超级意义会 超级忧意义 有九張名單,八零一圖民主黨圖錦新名單,八零二民建聯李慧琼名單,八零三民主黨抗進與抗辭名單,八零四民協何啟明名單,八零五公民黨陳遠新名單,八零六公民會公聯會王國興名單, 八零七新民主同盟的關閲名業名單,八零八佳公的楊教宗名單,八零九民建聯的周浩鼎名單, 好,耶,那選五個 上年很簡單,我們很記得我們三個提示就很快十分鐘講完,但今次不只有七張名單,今次就發文簡直是鬼打鬼, 是重炮來的,GZ咯 是啦,再不是民主黨和民協的專利了,已經加入了什麼呢,公民黨啦,街工啦,新民主同盟啦,反這個超區起家的新民主同盟呢,又再吃回頭草喔,又再吃回頭草喔,又再吃回頭草喔, 是很嬌無恥的啊,你已經做了民主黨的系統,你仍然都是民主黨, 欸,問題嘴,哎,糟糕的,別玩才行的, 是不是呢,金蟬脫殼,你都中了一隻蟬? 是啊,金蟬脫殼等於都是用一隻蟬來的,沒分別的, 你仍然是一隻蟬? 是啊,這樣啦,喂, 那啊,怎麼挑戰啦,我想有一件事大家同意的,有幾句大家同意的,李慧琴啦, 李慧琴只得啦,陶緊鑫啦,陶緊鑫啦, 陶緊鑫啦,陶緊鑫啦, 陶緊鑫的, 什麼啊? 梁耀忠也沒有反對啦,是不是呢? 梁耀忠,喂,梁耀忠是全港支持度,不知道行不行呢? 不過他行啊, 不過他知名度,他知名度就甚高的, 那我對他也有信心, 然後就第四個,王國興行行不行呢? 王國興,王國興行不行的, 那已經是二對二啦, 周浩琴呢,最後一席呢, 那頂頂我覺得, 這個呢,是很搞笑的, 那現在呢,究竟是李慧琴的第二個, 紅蓮慘啦, 或者是啊, 鄭鄭啦, 嘩,你覺得李慧琴的救票, 推兩個那麼厲害啊? 因為我第一次說呢, 除了你五區肯定拿不到第二個呢, 我覺得如果李慧琴, 如果是過票太多的話呢, 我覺得有機會, 那個我暫時, 我的機率真的比較低了, 我自己覺得, 我評估就比較低了, 那其實還有幾個, 什麼呀, 陳婉芯啦, 是, 還有這個, 鄺俊宇爭的, 是, 反而文協和新同盟那一個呢, 就是這樣才, 是, 好,你們怎樣看, 關永業我覺得不行, 關永業, 和啟明不行, 是, 是, 我談, 你說吧, 關永業啊, 甚至是, 何啟明啊, 這兩個呢, 我覺得它自不在此, 自不在這個議席, 先來試一下 是的 試水溫、提高知名度 等他們下屆2020年的時候 是有機會去追求不同的鋒徑 即是他們已經增加了一個知名度 他們再追求不同的鋒徑去出選都不奇怪 是的 所以我覺得公民黨 sorry, 民協和新同盟這招 都叫做 一試一下票士水溫 看看反應怎樣 OK 反而我覺得公民黨的陳婉芯就是最後一擊 我這樣看的,我的角度就是頂頂就不行了,最近是哭那麼害怕的 他有十幾萬票的,新冬佈選的時候 今次有李慧琼和王景彥爭 其實我傾向那個分布和上街一樣,都是三席民主派對兩席建制派 那我就會看高陳婉芯一戰,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新冬保暑的後遺 為什麼呢?因為選舉贏的不單止是楊岳橋,贏的更加是公民黨 因為這次要將公民黨整個黨的知名度和氣勢提升了一個新的層次 現在公民黨已經完全是泛民領袖 現在是泛民領袖,現在是泛民領袖 基本上去府區,其實有個公民黨的牌頭都贏了 因為已經成為了新名牌 但是我覺得有點不同意 雖然是名牌,但是個人弱 反而我傾向抗盡語 你傾向抗盡語 因為抗盡語就是人就知名度高,寫小說 而且有些人覺得想不到,想不到怎樣投的時候 就可能會撿一些票給抗盡語 就是很簡單,我不是說過在新西的時候 在九西的時候不是說過一件事 想不到怎樣?投誰? 民主黨 建制不敢投了 民主派? 唉,那班人搞來搞得這樣 ok? 嗯 接著有些人又說,唉,不過我都不認識政治蛋 那有些年輕人 我講的,ok? 在這裡見到柔偉晶BB 那你說 即是我英俊你想說 是,最後一個想法 是有這樣的情形出現的 是 有事要找民主黨 再借一個青春的民主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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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一定投他建制 是 就很不信的了,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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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說一下 陳遠心 其實以前是一個民主黨的人 是 他做了三十年來六樹區議會的議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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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都很想參加這個叫做 排頭位的叫做 立法會議員的選舉 但是當然 你越來越不知什麼程度 論這個選舉倫理 都不行 是 唯有 就真是 這次真是 進一步 公民黨 又可以有 籌夠十五個區議會的議員 去endorse他 是 這樣就可以出選 那這個就真是他的最後一擊 嗯 因為他都算是六十歲 那為什麼 我會覺得 其實我的想法跟Otis一樣 就是我會覺得陳遠心的機會高 那個抗進院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公民黨的黨派 是 黨派 我覺得是 現在公民大過民主 絕對是 這個正確 還有我覺得有其他的公民黨沒有出選 例如是 余約肥那些不斷地去五個選區 這樣的風車效應 我覺得公民黨的風車效應 是高 比民主黨的風車效應 嗯 是 所以我會覺得 即是黨 以及這個風車效應 我會覺得陳遠心是拿到最後一隻的 是 即是我現在 你這個公民黨 真是的 你談文好 我理得他以前是怎樣的 即是區議會輸了幾十個都好 幾十獲都好 喂 一個公民黨排頭 梁家傑排第二 你什麼都回來了 是啊 真的 即是例如說 你問你 你九冬委開了 阿阿創成 你不知道你那什麼水嗎 那就是看文字連排頭去選 我不記得 我忘了我在哪一間大學畢業 這個我交過手 是嗎 竟然 以前交過手 你有沒有KO他 喂 不是交到那些交手 原來是 你收了多少錢 什麼 你收到他多少錢 嘩 你說這些話 喂喂 你講清楚我 所以我覺得 鄺俊宇和陳遠心比較 我會覺得 陳遠心高一線 嗯 加上我覺得 我會覺得氣寶效應 就算李柱銘幫 鄺俊宇高一線 就算李柱銘幫 浪費氣的 我覺得是 加上陶謹申這個人 竟然說 全數進立 不會說分票給他 是啊 連自己黨也都放棄的 是啊 提醒人不要忘記他 是啊 全家獨頭陶謹申 嗯 嗯 嗯 再加上一個 你五區其實你涉及這麼多個選民 幾百萬個選民 你法民始終從頭到尾的配票 根本是完全不成熟 根本就是不肯配票 老闆 我都說了 公民黨是完全破壞 法民團結那個罪魁禍首 你都配票 你配不到啊 甚至乎你民協新民主同盟那些 根本是威脅不到他 例如說 何啟明啊 關詠謹那些 我覺得他連保證金都拿不到啊 哈哈哈哈 這個贊義啊 所以 所以就明白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陳遠心會 即他真的跟著公民黨走呢 他基本上是有機會拿最下席 加上鄺俊宇根本是 你和陶謹申兩個拉前仔 陶謹申是不會破血給你的話 是這樣的 是 所以你遇到 說多一句 梁耀宗的馬麥加雲呢 其實以他全港知名度 其實他根本 你拿12-13% 他都拿到第三位 第四位 我講的就是這麼多 是啦 我傾向就是 陳遠心是否不搞 雖然我這個公民黨的牌頭 正義任量很搞 但可能正義任量不搞 還有你要明白這個選舉 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超級選舉 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 因為全港選區範圍去拉票 如果當有一個人 他的知名度不夠 是非常難選 我就是質疑這件事 全港知名度 因為同人身覺得自己都不穩陣 OK 這是事實 但如果你說一講到有個全港知名度的人 好像這個年輕人 我覺得他有機會 我覺得他有機會可能用他本身的知名度去拉票 是牌頭重要的 公民黨牌頭重要的 但問題如果我去到這麼大的選區 我去到一票 即拿著兩張選票 每個人都想著各個集團 在地區選舉那裡 超級那裡可能有忽略 甚至可能有些人 可以這樣說 好像我問周遭的人 超級的名字有人選 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很恐怖的 沒有人知道 不是我也感覺到這件事 你不在意名字 可能就是投入去 所以我就是覺得有機會 尤其是有些人 他可能不知道 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有人出來做事 大眾做到 頭到頭溫老丈 我看過這本社會 我會想一想 我談論是這樣的 基本上我們那個思路一樣 不過我和阿倫就傾向政黨排頭比較重要 是的 其實思路是一樣的 我們思路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看回人比較重要 看法可能有點不同 人我覺得郭駿宇也是我覺得他看論壇 他都是不夠老年 沒有什麼所謂的 不是啊 我覺得鄭松太也很年輕 我後來覺得他一定是差一點 乳鴿宇不是很濃嗎 那他真的是乳鴿來的 我們是乳鴿 因為民主黨我最大的問題 民主黨其實他有時犯的錯誤 我想起他以前罵共產黨犯的錯誤 不是很好笑的 他以前常常罵共產黨好人政治 他自己最後又變成好人政治一樣 佔不到鵬 交鵬比上一代 交不到的嘛 交不到的嘛 六四之前的共產黨也是交不到鵬的嘛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是他壞人的事全部在黨部發生了 交不到鵬的 是一樣的 所以有人說 好像在新加冬的時候說林卓廷的問題 已經知道他交不到鵬 是 今次民主黨真的很多跌棒的 真的很害怕的 跌棒的啦 你許智峰啊 剛才你說的林卓廷都會有機會跌棒的 我反而覺得我這麼多個當中 我還有機會跌倒林卓廷 林卓廷不是不好啊 其實林卓廷可能好過 可以智峰或者甚至可能好過 新加西九哪個 三十四年 一十四年 問題是 是因為 在新加冬同質性的人太多啊 嗯 而且是給他 努念 給他知名度高啊 是 問題是這裏嘛 他雖然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是太多對手的問題啊 嗯 OK 是啦 所以 所以可能今次民主黨可能 嗯 嗯 一啊 二啊 我想 我想了三十五席當中 可能 兩至三席啊 哈哈 是 兩至三席啊 是啦 四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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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結果要講完 全新界東西的候選人 麻煩阿John啊 哈哈哈哈 沒有補充了 麻煩阿 其實不用再說的 你投放在YouTube下面就可以了 不是 就是唯有剪下去 吸回去啦 是的 我們公共 在主持有否補充 我有補充 我有補充 其實陳雨昕先生 可能與選舉無關 都有些關係的 那就是 少數呢 就是 穿著一件 這個 藍色的 即是 淺藍色牛樽房衣衣 都完全夠不夠他形象的 一個人 都是很臭樣 哈哈 他不及啊 陳雲這麼帥仔 戴著頂帽 他拿著綠棍 掛藍樣 拿督那款 真的 不是 其實陳雨昕是錯誤地 想呢 他 做到他好像 楊岳橋那樣 但楊岳橋真是年輕的 陳雨昕是真的不年輕的 你要配合形象 做一個磁場老人老人的樣子 那就可以了 是啊 我也覺得是 而且 熱血公民好東西就是做什麼呢 陳雲國師呢 他沒有刻意年輕化了他 他是維持一個學者斯文的形象 他之前經常有一個男人的一款 所以 這個也是選擇形象工程的問題 嗯 是啊 這樣就超超的事了 今天轉個講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講一點點 補充一點點國際東西 好 環球思維 香港本位 中港台 如果不開心 是很容易 你看 嗯 啊